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零一如 屏东惊传有车子坠落工程开挖区 这个月19号有一名驾驶开车行津 平200线 一次是车速过快 没有看到车前的状况 冲撞护栏之后掉进了施工的坑洞 警方赶到现场 只看到车不见人 车祸被传成了车落天坑 让现场的工程人员感到非常的委屈 特别拿出作业图澄清 大清早黑车出现 跟着就朝护栏撞下去 刷一整排护栏全倒 车身失控先往左翘起 回阵又不稳再进坑洞 是没注意车前状况 还是没抓好角度 自小客车坠落施工坑洞 90度侧翻 但紧销货报到场 这也太奇怪 紧身车子驾驶不见了 事发在平200线上 其中这段正在进行寒管埋设 开挖工程 车坑洞发生在19号清晨 工程人员拿出作业图 证明都有一规定放置 警示设施 但也有居民质疑 总工程原定两年 却传四年未完工 难免遗产交通 当然是没有办法来做施工变道 我们就才半半施工 整体的管线也蛮多的 公务局澄清 沿线没路可替代的情况下 必须一半施工一半通车 加上当地洛杉丰气候影响进度 已经加快早步 预计今年底全线完工 这回驾驶自撞噪音还在厘清 开挖区六米长四米宽的范围 被说成天坑实在太委屈 损机名誉设备工程单位 葬提告 记者苏世伟屏洞报道